这几天,我国的歼20战机,带领两架歼10战机出海训练的实景画面,可莫少让大家兴奋,仔细想想的话,这还真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。 首先,它标志着我国的隐身战机战机,正是形成了战斗力,成为继美国之后,第二个,具有隐身战力的国家,第二,歼20飞行员所带的头盔帅气梦幻,它使得歼20不仅有无歼不催的毛,也有了超乎寻常的感知力。 第三,歼20和歼10编队,这是美国都没搞定的事情,有这三点,国人兴奋也是应当的。 对于第三点,可能很多人不认同,毕竟非隐身战机之间的协同作战,以及隐身战机和隐身战机之间的协同作战,都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为什么到了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机之间的协同作战,就变得困难了呢? 其实,这种作战形式,涉及到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机不同的特性,隐身战机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有效隐藏自身的特征信号,使得对方难以发现。 当然,对方难以发现,自己的战友同样也难以发现,在不能相互通讯交流的情况下,协同作战就成了一句空话。 当然,采用定向点对点通讯技术,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机之间的通讯,还是可以实现的。 但是,这样的通讯无疑是在暴露隐身战机的位置,会置整个编队于此地。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F22总是喜欢单打独斗,不喜欢编队作战的原因。 而这次出海训练,歼-20带领这几架歼-10,在海天之间井然有序地进行洋练。 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肩负-20和坚实之间可以进行良好的数据连接和信息传递。 当然,既然我国这么光明正大的,把这样的编队放了出来,就不会把他们置于死地。 这也意味着我国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机的保密通讯问题获得解决。 可能有人会问了,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 很明显,兔子家穷要省钱啊,隐身战机再廉价,也不是非隐身战机可比的。 想想看,美国在最鼎盛时期也仅仅造出了190架F22。 隐身战机的花销有多大,自己可以毛补了吧? 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机协同作战,仅可以发挥隐身战机超强战力的特点,也能在多方向部署,使得作战效能最大化。 这才是应用先进战机的可行之道,责任编辑。